因为我感冒所以没什么声音 首先多谢团体 也多谢今天这么多人士来到 我很感谢陈宝贤医生提出今次这个议案 我一直都非常关心性暴力的问题 亦多次在立法会争取 希望被害人避免受到二次伤害 今次陈宝贤医生提出的议案 正如他所说的要求是很合理 和可以说得上是很卑微的 我们只不过是要求有一个安全 有私隐的地方 让受害人更加安全 感觉安全地可以去讲述他的经过 和接受这个检测 另外也不希望他需要一次又一次 重复地去向陌生人说他的惨痛的经历 我相信香港真的很多妇女都曾经 遇过性暴力和性侵犯 很多女性都未必愿意出来说 我们如果再制造这么多关卡 就更加多女性不愿意出来说 就做就了一些坏人去继续做性侵犯和性伤害 所以身为女性我真的特别关心这个议题 也都很多谢很多议员都很支持 今天我都会发言和支持这个议案 多谢大家今天来到这里 多谢你 谢谢 谢谢